近期疫情升溫 尤其新北幼兒園群聚案 更引發國人的擔心 疫情再度爆發 而日前網路社群 就散佈了一則留言 指出8號當天確診人數50例 當天臺股盤中一度重挫 超過250點 新竹地間數隨即與警方展開 偵辦 尋見找到傳訊息的陽性民眾 雖然初步排除有散佈留言 影響股市的嫌疑 但仍以散播不實的訊息 最嫌 訊厚五萬元交報 9月8號網路社群 出現一則留言 上頭寫 剛同事說 今天確診50家 消息傳出立刻散不開來 引起國人恐慌 當天臺股盤勢一路走低 跌幅將近三百點 逼得證交所與指揮中心 出面闢謠 好像有傳出相關說50例 那這個是謠言 那當然如果能查證 這個謠言的來源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移調 這個檢調這邊來辦理 新竹地檢署隨機指派防疫 處理小組偵辦 十號下午指揮刑事局 與新竹陷警局 對開登訊息的陽性民眾住處搜索 初步排除有散佈留言 影響股市的嫌疑 檢察官訊問後認為被告涉嫌違反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條例 第十四條有關散佈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罪嫌予以具保新台幣五萬元 根據疫情指揮中心統計 從今年五月份以來 調查局總共偵辦了一百九十九件 假消息 移送七十四件九十人 警政署則偵辦了四百三十七件 移送兩百八十七件三百九十九人 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燕坦言 九月八號這起網路謠言事件 的確造成社會非常大的騷動 九月八號當天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案子呢 已經有在網路上 偵辦找到幾位 這個有在流傳的人士 那也已經做過詢問 那也已經這個交保 所以持續在偵辦這些案件 不只國內境外不使謠言也不少 檢方呼籲民眾看到網路流傳的疫情資訊 切勿以額傳額 任意轉傳分享 恐將會涉及刑事責任 記者 明鳳龍濤 張君豪 新竹台中報導